我是杰杰,大家早上好啊,奈奇你还没吃早餐吗? 是的,我正在吃蛋糕,这个蛋糕就是我的早餐,不得不说这个蛋糕简直太好吃了,没下子就吃完了。 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是电视机的警报声,赶紧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好的,我们赶紧走吧,紧急播报。 下面插播一则紧急新闻,我的世界入侵一个坦克怪,他正在肆意伤害村民毁坏村庄,请所有村民居家躲避,不要外出。 我靠,奈奇快看啊,有一个坦克怪入侵我的世界了。 是的,我看到了,不过他好像要在晚上才会出现迈奇,我们趁现在白天还有时间加固一下房子吧。 你说的对,希望我们打造的这些机关能够吓退他,不要来入侵我们的屋子,那我们赶紧先出来观察一下房子的情况吧。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片空地上周围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如果那个坦克怪想要入侵我们的房子,简直轻而易举,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首先是这个门,我觉得它太脆弱了,我想把它升级为一个铁门,可以的,我刚想这么说,把它换成铁门之后看起来牢不多了。 此外我还可以安装一个遥控按钮,我要先在地上挖一个坑挖好之后,再往下面铺上红石粉电路,只有这样才能启动这些机关,分配器肯定是少不了的。 因为没有它,我们这个机关就不可能成功,好了弄好这一切之后我要用土方块,把这里填好,这样就丝毫看不出来了。 机关就安装在门的右下方,只要按动它这个门就会打开,看起来方便多了对吧,确实很方便。 我想这个铁门那么尖密,坦克怪一定不能打破,有了这个铁门,我放心多了,麦奇光靠这个铁门可不够,那还要安装一点什么机关呢? 我准备安装一个TNT炮塔,有了它说不定能把坦克怪积屯,你说得有道理。 抱歉了,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不会只能靠你了,放心吧,你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给我打下手就行了。 好的,谢谢你。 杰杰,不得不说这个机关还真的是有一点复杂。 哇,杰杰真不知道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你给我一年我也想不出这个机关,最后只要装上开关,这个机关就算完成了。 杰杰你快给我示范一下它的威力吧,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一下这个机关了。 好的,只要按下这个开关就会有TNT炸弹弹射出来,然后像炮弹一样炸向远方。 我低天啊,这个威力看起来碉堡了,有了它,我想能一举消灭那个坦克怪了。 是的,一定能一举打倒它。 杰杰我突然有一个主意,我们来打造一个熔岩陷阱怎么样? 毕竟在以前防御僵尸入侵的时候,这可是超级好用的陷阱。 哇,麦奇不得不说你终于聪明了一次。 那当然了,杰杰你还看着干什么,赶紧过来帮忙挖坑啊。 挖好了之后,只要往里面倒上熔岩就可以了。 好的,麦奇你要小心啊,不要把自己给烫死了。 你放心吧,我皮糙肉厚的可没那么容易死。 来吧,让我们继续挖坑,把我们的房子都围绕起来,这样我们的屋子就360度无死角防御了。 给兄弟们看一下全景,看起来就很安全对吧? 杰杰现在我是一点都不甘心坦克怪来了,它总不能穿越我们的熔岩陷阱吧? 或许我觉得光靠熔岩陷阱都已经完全足够了,我敢打赌,那个坦克怪绝对进不来。 虽然我对我们打造的机关也很有信心,但是我还想打造一个终极武器。 挖什么是终极武器?来吧,我们先回屋子里面。 我会把终极武器安装到房子里面,但是首先我要安装一个秘密通道。 这是我制作的开关门看起来很酷对吧? 这个拉杆就在这里,只要拉下它就能自动关闭或打开。 旁边有一条裂缝,我要用石头把这里填好,这样我们的秘密通道就完成了。 不过我还没有铺上楼梯有的楼梯,我们上下将会更加方便。 杰杰你还没有告诉我终极武器是什么? 帮我挖通道,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嗯好吧,现在我已经成功挖了一条通道出来,我觉得挖的速度太慢了。 我直接输入一串指令,很好,我们这里瞬间出现了一个秘密基地,怎么样看下很棒对吧? 这一条通道,就是通往外面的通道,有一点长,不过没关系。 我将会在这个空间设置我的终极武器。 终极武器究竟是什么呢?我可太好奇了。 我会在这里放上三个炮塔,一节节这是什么? 还是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终极武器? 当然不是了,这个小小的机关怎么可能是我的终极武器? 不过在此之前我不能忘了一件事,就是我要建造一个水楼梯上去。 万一入口被坦克怪堵住了,我们岂不是被困在这里了? 你说的有道理那赶紧动手吧。 我会先在这里安装两排玻璃,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水泄漏,然后用木板封住入口。 这些水流不出来,而我们又能进去,这是非常需要技术的。 安装好后再往这条通道放满水,这样我们的水楼梯就完成了。 很好,我们的水楼梯完工了。 节节那你所说的终极武器是什么? 你再不告诉我,等会粉丝要给你寄刀片了。 不要着急,现在就来告诉大家,我所说的终极武器就是,这一把武士刀。 武士刀? 节节在看起来有什么炫酷之处吗? 这你就不懂了。 我这把是最强武士刀,它可是能够打败坦克怪的存在。 它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机关不需要适应,这个也能击退它。 我麦奇,不要放松警惕。 走吧麦奇我们先离开这里,到地面上。 节节你看我们打造的熔岩陷阱和天梯炮塔。 我对他们有的绝对的信任。 麦奇虽然不一定会使用上最终的武士刀,但是我觉得还得留上一手。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晚上,那个坦克怪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来到我们村子。 我感觉他一定会来的。 节节救命了,坦克怪来了。 我的天那些要郁闷了,那些等我。 我现在就发射TNT炸弹救你,你先拖住它。 超级炸弹起步,哎呦情况不妙。 TNT炸弹把我自己的装备给炸好了。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节节你这玩意儿到底靠不靠谱呀? 我还是赶紧回来再说我的天啊。 这个坦克怪怎么一点都不怕这个容颜? 他一跳就跳过来。 是的,难怪他体型巨大,他看起来好胖。 快慢些,我们赶紧回到屋子里面去。 这个铁门,我想他一定不能轻易突破。 呜呼我太棒了,果然他现在被困在门外了他进不来。 那我们算是抵御成功了吗? 麦奇你在想屁吃吗? 他那么大一坨还堵在门口内,怎么可能上体育成功了呢? 要把他消灭了才算。 哎呦奇怪,这个坦克怪突然之间直接把我们那一面墙给撞破了。 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好对了。 好得我知道了,我来了好了,我下来了,赶紧走吧。 那个坦克怪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好这个密道我修建的比较深,又比较长。 他一时半会追不到这里,看来还是要启动最终武器才行。 我先来穿上这身衣服。 现在我看起来是不是非常酷? 是的,杰杰你看起来太帅了。 现在我就要通过这条水楼梯上去跟他战斗。 坦克怪呢? 给我过来你小子今天我就要弄死你。 我给你看一下终极杀招呼变圈。 瓜杰杰这把剑的技能也太帅了吧。 那当然了,我去把剑,神挡杀神,我挡杀魔,去取一个坦克怪不足为主。 他的技能实在是太好了。 姐姐求求你,这把刀能不能送给我? 当然可以了。 今天我利用了这把武士刀消灭了这个坦克怪我的世界,也终于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还有,你们觉得我这把刀的技能是吗? 眼前这位是我跟大傻春今天接待的第一位病人使弟父亲。 听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昨天的时候不小心遭受了一场交通事故受伤了。 他现在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虚弱。 我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的。 好吧来吧让我们开始吧。 让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他的身体都有哪些地方受伤了。 首先让我们先帮他清理干净,包扎这些简单的小伤口。 就像是这样,在每一个伤口上面都放上一个窗壳贴防止他们会再次流血。 等等这个黑乎乎的是什么方块割医生? 这个是病人的皮肤擦伤。 那我们要用窗壳贴贴在这里吗? nono这个得用药物修复才行。 看好了就像是这样。 哦天那太神奇了,伤口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个伤口,让我们用窗壳贴给他贴上。 完美大功道成,我们帮这个可怜的史蒂夫修复了他所有的外伤。 一切都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这可还没结束。 现在到修复内伤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病人的体内吧。 大傻春医生,看看这块骨头,它已经完全破碎掉了。 我们需要把这块坏掉的骨头给敲碎,然后才能真正的进入到病人的体内里面。 这里就是史蒂夫的体内了吗? 是的没错我们已经进入到病人史蒂夫的体内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些裂缝,深入到病人的体内,找到破坏伤害他们的细菌,并消灭掉他们。 让我们开始寻找细菌吧,大傻春医生。 这里又有一块破碎了骨头,我们需要敲碎它继续前进。 方块哥医生你确定这样是正确的治疗方法吗?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细菌,我说曹操曹操道,大傻春快过来看,这里有一个细菌,让我们清除掉它。 好了完成,快看那这里的前面有很多细菌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处理,让我们把它们通通都给消灭掉。 完成太棒了我们已经消灭掉两个细菌了,别高兴得太早大傻春医生。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菌正在深处等着我们,让我们再继续仔细寻找,一个也不能放过。 这里也有一个细菌,大傻春医生你太粗心了,你刚刚才从这里路过去没有发现它。 道歉方块哥医生,因为我太紧张了,那里还有一个大傻春,让我们一起消灭掉它。 好了大功道成,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治愈病人之后得到的奖励,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爱心给收集起来。 好了完成,我们的史蒂夫病人现在已经完全痊愈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去治疗我们的下一个病人吧大傻春医生。 好了这位是我们的第二个病人,听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得了胃病,所以我们要帮他治疗好他的胃。 不过首先还是像之前一样先帮他处理好他的外伤,让我们用窗壳贴把他的伤口全部都给封起来,防止再次有细菌进入到他的体内里面。 这里有一块擦伤,大傻春医生快用药物帮病人治疗好他的擦伤,好的没有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好了大功道成,他现在看起来已经好多了,不过这仅仅只是病人的体外而已,他的胃壳还没有好。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可怜的胃上面吧,来吧让我们开始吧大傻春医生。 现在这位可怜的病人正急需我们的帮助,好了我们成功进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胃的位置应该就在这边。 我发现第一个细菌了方块哥医生,干得好大傻春医生,让我们来把他给消灭掉,很好就是这样。 好了现在该继续前进了,我们得快点长时间待在病人体内,会给病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方块哥快过来看,我找到了一个秘密入口,但是奇怪为什么这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让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大傻春。 细菌一定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给躲起来了,哦天哪我找到了,这个baby的细菌居然躲进了病人的骨头里面,不过他还是被我给找到了。 好了完成我们的二号病人也已经痊愈了,让我们走吧,准备去迎接我们的三号病人大傻春。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个病人,听这位病人的家人描述,这位病人因为常年熬夜导致肝脏特别不好,所以大家伙平时还早睡早起,尽量少熬夜注意饮食,这样病毒才会远离我们。 好了先让我们来简单的为他处理一下外伤吧,别担心伙计我们一定会帮你治疗好你的身体的。 好了外伤已经全部解决掉了,现在该进入病人的体内为他治疗了,来吧大傻春医生,让我们去寻找病人体内的细菌,为他全部清理掉吧,等等奇怪入口的入口在哪里。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病人体内的入口,我原来藏在这里了,看来这位病人的病情没那么好对付,好了我们成功进来了,让我们开始吧大傻春医生,时间紧迫,因为这位病人的身体实在是太糟糕了,所以我们这次只有80秒的治疗时间,一旦时间一过我们就会失败,所以我们必须得再快点才行,快点快点细菌应该就藏在这里面,好了让我们进去吧,我看到他们了我看到那些细菌了,我天哪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细菌在这里,等等发生了什么,大傻春的大傻春怎么一下子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大傻春你在哪大傻春, 我在这方快哥,我刚刚被这些奇怪的东西给吞噬掉了,好吧看来这些不是细菌,是胃酸是我们病人体内的胃酸,我就说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细菌在这里,都差点把我给吓到了,让我们抓紧时间找到那些细菌并消灭掉他们大傻春医生,没多少时间了,我们得在快点仔细检查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大傻春医生那里就在你的右边,那里还有一个细菌,快点去把它给消灭掉,细菌细菌全部都给我出来吧,别藏了我已经看到你们了,我小家伙原来你躲这里去了,方快哥你这边已经检查清理完毕了吗,是的我 我这边已经没有细菌了,奇怪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入口在这里,难道这里面还有细菌吗,让我们快点进去看看检查一下,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再快点了,哦我看到了是奖励是我们的奖励大傻春,让我去把它给拿下来,来吧小东西,好了完成这个病人已经完全痊愈了,让我们走吧大傻春,这是我们今天接待的第四位病人,听说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整日整夜的都睡不好因为他每天都在咳,别担心伙计,我们会帮你修复好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重回健康的,好了现在该进入到病人的体内,消除掉那些可恶的细菌了, 问不太好这个病人的体内实在是太狭窄了,我根本找不到下一个入口在哪里,这里完全没有任何一点裂缝,奇怪裂缝到底藏哪里去了,而大傻春看看你的脚下,他就在你的脚下这里,哈哈还原来在这里啊,我其实刚刚就看到他了,只是想考考你看你有没有找到他而已,好了不说废话了让我们进去吧,又是一个充满了这些邪恶胃酸的房间,小心你的脚下方块割,我敢打赌你绝对不想体验掉进这些胃酸里面的感觉的,这里有一块有裂缝的骨头,会有细菌藏在这里吗,哦天那大傻春你找到他了,看来你现在 对于寻找细菌这一方面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当然我可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别小瞧我方块割,又是一个裂缝,这里面一定有细菌藏在这里,果然就跟我想的一样,好像除了这里的下面已经无路可走了,来吧321走你,黑等等大傻春,爱大傻春这家伙还是那么的冲动,都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就直接跳下去了,好吧现在让我们开始检查这里,找到那些被隐藏起来了的细菌,哦是一个细菌一个好的开始,前面那里有个裂缝,凭借我多年精湛的医术,我敢保证这里面一定会有细菌,看吧我说了吧, 好吧看来细菌已经被我们给全部消灭掉了,现在该拿上我们的奖励离开这里了,我找到你了,完成让我们走吧大傻春,我们又再次成功治愈了一个病人,万岁让我们继续迎接我们的下一个病人吧,不太好方块割,我们的这位病人得了严重的胆囊炎,他现在继续手术切除他的胆囊,这听起来很难,但是我想我们一定能成功做到的,来吧大傻春医生,让我们先来简单的处理一下他的表皮伤口和擦伤,好了差不多了,现在该进入到病人的体内为他进行治疗了,让我们走吧大傻春,入口就在这里的下面, 好了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去吧,这次的任务十分的艰巨,因为我们这次要做的不仅仅只是消除细菌那么简单,还有为病人切除掉他的胆囊,这真的很难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因为我们是繁村里面最厉害的两位医生,这里有三条路,我们该哪边走的方块割,先来试试这边吧,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往这边走,等等幸好我眼见,是一个裂缝,再见吧小细节,不对应该是再也不见,好了该继续前进了,这块骨头有裂痕,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下面有东西在这里,好吧又是一个小细菌,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继续 我们继续探索的了,让我们去其他方向看看吧,让我们分头行动大傻春,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体实在是太糟糕了,根本支撑不住我们在他的体内停留上那么长的时间,方块割快过来看,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这里居然有两块连接起来的裂缝,让我们打破他进去看看,这里看起来像是通往某个地方的秘密通道,我是病人的胆囊,他的胆囊看起来实在是太不健康了,我现在要把他给切除掉,好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剩下的细菌,并把他们给清除掉,我们的病人就能康复了,时间不多了, 细菌细菌快点出来吧,别玩了,等等这里有一个我发现了一个方块割,干得好大傻春,现在我们的病人体内又少了一个细菌,不过还没结束,这里面还有其他的细菌藏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里面,让我们再仔细找找,我们一定能找到他把他给消灭掉的,哪里哪里到底在哪里,这个可恶的小细菌到底藏哪里去了,等等这里在这里方块割,我找到他了,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藏到了这么隐蔽的地方里面,好了给我消失吧你这个可恶的小细节,成功了我们成功治愈这位病人,我们做到了,这真的很难,但是我们还没想到这个家伙, 还是做到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大家平时一定要多运动少吃零食多吃菜,方块割可不想看到下一位病人是你们哦,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在海上,遇见了史上最恐怖的海浪,并且你们的轮船还被瞬间毁灭掉,漂流到了一处拥有怪物的岛屿上你会怎么做,僵尸怪物你快看那边好像,有两个村民躺在木板上挑过来,是的骷髅怪物我也看来了,不过我感觉他们应该是陷入了昏迷,我故意应该是遇见了恐怖海浪,导致轮船被摧毁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不管了我们还是先把他们给揪下来,然后再 用草坪方块给他们,搭建一个简单的住所来恢复体温吧,我的头真的是太痛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俊哥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了吗,没事的铁柱不过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呀,怎么到处都是一些草坪方块,俊哥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醒来的时候,这些草坪方块就出现在这里了,走铁柱我们先出去观察一下看看我们到底在那里,骗的俊哥你快看前面居然有两个可怕的怪物,难不成我们刚从恐怖的海浪里逃生,就要面对被怪物们围攻的危险之中吗,等等我怎么感觉这个两个怪物并没有恶言,要是他们 他们真的想要对我们不利,早就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对我们下手了,何必等到现在而且刚刚根据我的观察,我发现我们刚才待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比较简易的住所,很有可能是这两个怪物救下来了我们,俊哥也就是说我们这次遇见的,这个两个怪物和其他怪物不同,是的铁柱让我先过去和他们交谈一下,你好怪物先生是你们救下了我们吗,是的村民我们看见你们躺在危险的大海里,然后就想办法把你们带到了我们的小岛上,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救下了我们,没关系的你们已经昏迷了很长时间了,我这里有一些简单的时候你们先补充一下, 太好了俊哥我的肚子早就饿到不行了,等等铁柱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好像是从海上传过来吗,俊哥你快看那个恐怖的海浪居然有出现了,是啊铁柱根据我对这个海浪方向的判断,它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淹落这个小岛,那俊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我感觉要是等到那个海浪过来的话,我们肯定会面临狗带的危险,是的铁柱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有了我们可以趁着海浪到达的这段时间,制造一个可以远航的轮船逃离这里,那好把俊哥我们快点开始吧,我们感觉那个海浪 越来越紧,我可不想再被海浪冲击一次了,好的为了建造轮船我们先利用一些细小子一样,建造一个轮船模型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努力建造,好了俊哥我们就把这个模型放置在这,好的铁柱紧接着模型确定好后,我们就开始在小岛的四周收集一些木质材料,要知道一个轮船的木质材料需求量可胜,所以我们尽量多收集一些以防止不够,俊哥这些木质材料我感觉已经差不错了,是的铁柱等这些材料收集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建造木船的船艇了, 首先我们先选取一个合适的地方,将木质材料固定在一个小岛的边缘,紧接着就可以以这个为起点往后延伸木质材料,由于我们这次要制造一个能够抵抗住海浪的轮船,所以我们尽量把船体建造的大一些 等船体的基础建造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往上建造船身了,当然到达这一步后,我们需要把靠在岸边的沙块给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在起行时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不过铁柱我们最好要加快一点时间了,那个海浪的越来越靠近了 好的俊哥我这就把我全部的力气给使用出来,对了我们还要赶快去提醒一下那两个怪物先生 你好怪物先生这个小岛上马上就会有海浪来临,要不我们快点一起建造一个逃生轮船逃走吧 不对啊俊哥那个怪物先生好像消失不见了,是的铁柱看来他们是有一定的能力逃离这里 既然这样呢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我们快点去把剩下的轮船建造完成了 好的现在整个轮船的基础已经全部制造轮程,剩下的就是一些轮船上的细节了 俊哥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这个轮船的二层给修建完成了 干的好铁柱让我再给船体的四周加固一 紧接着再把轮船最重要的船帆建造出来,要知道一个船的能不能承受住风浪船帆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船帆建造的大一些 太好了俊哥这个船帆终于建造完成了,我感觉有了这个船帆,我们肯定就能躲避这个灾难 不好俊哥那个海浪居然加快速度了,是的铁柱没想到他们居然来的这么快 我们快点驾驶这个轮船离开这里,不好看来是开不及了我们快点躲到安全的点 天哪没想到我们居然躲过去了俊哥,是的铁柱这些我们算是安全了 现在只要我们等到这个海浪过去,我们就可以驾驶着沐船逃走 别报道,特别报道,近日传闻凡庄出现了一个吃人的恐怖木偶 村民们纷纷表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骇人的场景,但真凶却迟迟未能被抓获 请所有村民做好防护措施,保护好自己 什么,会吃人的木偶,这也太可怕了,希望我是安全的 但那可怕的木偶也可能就在村子的某个角落潜伏着,等待下一个猎物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阿里怎么了?如此的惊慌失措,慢慢说不要着急 三老我发现我的房子有诡异东西 我准备睡觉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吓得我实在的睡不着 还有这事,快带我去你家看看,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作祟 你说有奇怪的声音会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太害怕了 所以叫上你给我撞撞的,可是这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诡异的地方 等等,阿里,你床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懂?什么?这是什么? 我想这就是新闻上所说的那个吃人木偶,太不可思议了 阿里你有没有觉得他像小猪佩奇呢?我的天啦,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是不是要吃掉我们?不用担心阿里 新闻上说他白天是不会攻击人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安全的 不过我们最好在天黑之前,想办法解决他 我家有好多好多的熔炎,不如我用他消灭这变异的小猪佩奇吧 那太棒了,真是一个好注意,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了,现在我拿到了熔炎,并且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陷阱 接下来就是一举消灭他的时候了 什么情况?变异的小猪佩奇不见了,他会去哪里了吗?难道他会遁地树吗? 不然他是如何消失的呢?阿里也许他现在正潜伏在村庄的某一个角落里 我们不可以轻敌,所以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在周围装上摄像头 首先房间里面就要安装一个 这样我们就能实施捕捉到小猪佩奇藏在什么地方 还剩最后一个就把它安装在这棵大树上吧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村子的情况 不至于那么慌张 是的,我相信做了这么多的安保措施 一定可以抓住小猪佩奇的 但我还是很害怕 今晚我去你家躲避一下可以吗三瓦? 当然可以的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是时候该睡觉了 但变异的小猪佩奇有可能躲在某个角落 所以睡觉之前再检查一下监控摄像头吧 阿力先来看看你的房子吧 我的房子看起来和往常一样 没有什么诡异的地方 是的,也许是我们想多了 等等,小猪佩奇怎么藏在衣柜里了 白天我检查过了 衣柜里是空的 他在做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一旦我在家里睡觉 我就会被吃掉 太可怕了 你看小猪佩奇似乎在追捕你 好在你躲在我家里了 不然就要倒大霉了 是的,他好像走了 他迈着小碎布在做什么 好像在寻找下一个大冤主 我的天啦 小猪佩奇停在了一个居民的门口 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幕让人惊呆了 原来他在按门铃 真心希望这个村民不要打开房门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没想到小猪佩奇居然有了人类的智慧 躲在了黑暗之处 然而村民竟打开了房门 虽然手里拿着铁剑 可是变异的小猪佩奇更可怕 真是糟糕透顶了 村民就这样被吃掉了 阿力 现在我们不是伤心难过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想办法怎么度过今晚 有门铃声 难道是变异的小猪佩奇来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也许我该看一下监控设想 我的天啦 真的是小猪佩奇在暗门铃 太可怕了 我们绝对不能出去 他现在正躲在暗处 只要我们出去 他就会跳出来吃掉我们 然后连骨头都不剩 一定要坚持住 也许我们可以躲在秘密地下室 在那里他应该发现不了我们 快点阿力就是这里 我们在这里等到天亮就可以出去了 是的 外面太危险了 现在是早上了 小猪佩奇一定走了 因为他只在晚上袭击 是的 让我们出去看看 我希望他已经消失了 可是他又会藏在哪里呢 也许他又会回到你的衣处 阿力我们最好检查一下 是的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从外面看一下 天啊他还在这里 就藏在你的衣柜里 我们别无选择了 现在 我们应该设置一个陷阱吧 打败变异的小猪佩奇 因为我们知道他就藏在里面 不能让他逃跑掉 我的仓库里有熔岩和TNT炸药 我想这些足以毁灭他了 我们开始吧 这些铁条会把它锁在里面 然后会在你的房子周围放些炸药 尽可能多的TNT 把周围都填满 阿力如果倒失房子被炸毁了 你就在我家暂住一些时日 好的 没问题 现在一切的陷阱都梦好了 接下来我们离开这里吧 我们用梯子爬到你的房子上 倒入熔岩 然后就可以把它点燃 这个TNT的威力足以送他去鉴上帝了 你准备好了 三 二 快跑阿力 跑得远远的 不要伤到我们自己 我们做到了 成功打败了变异的小猪佩奇 以后睡觉再也不用害怕 就在今天我跟狗蛋买了一辆新的卡车 并且我们决定在卡车上建造一所房子 用它来开启一场未知的旅程 小伙伴们我们拭目以后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狗蛋 我刚从美梦中醒来 不知道石头哥这懒虫去哪里了 平时都是睡到太阳晒屁股的 也不管它了 我先吃点饼干垫垫肚子 什么地震了吗 蠢驴狗蛋 起床了没有 是不是忘记我们今天要去野餐了 突然好像是石头哥在房子外面大喊了起来 我真是服了你的懒虫狗蛋 我一大早就去买了一辆带拖车的卡车 我们需要在拖车上面建房子 然后开出去野餐 你没有开玩笑吧石头哥 我出去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天呀石头哥 我不是没睡醒吧 你真的买了一辆大卡车呀 是啊狗蛋 看看大红色的多漂亮啊 石头哥我是绿色的 商店里面没有绿色卡车吗 有是有的 但是绿色好像跟你一样长得这么丑 你才丑呢石头哥 蠢驴狗蛋你又不起床去买 我比较喜欢大红色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红色还是绿色 车轮子真的好大呀石头哥 现在让我们开始在卡车后面建造房子吧 首先需要在这里造一个梯子 然后再从这个角落开始建房子 我必须认真工作 不做豆腐渣工程 好的石头哥我也来帮你了 真的太有趣了 我们需要加快速度 然后去野餐 石头哥你确定这个卡车能拉得动房子吗 完全没有问题的狗蛋 这是一辆特殊的卡车 有强大的动力 我们可以运输任何的货物 狗蛋少说废话了 你开始建造房子的墙壁吧 我要出去拿点家具和装饰品 抓紧时间吧 我现在就去了 我会尽快回来的 快把家编的回到家里 我需要把家里的家具全部拿上 野餐完之后我会把东西放回原位 狗蛋狗蛋 东西全部让我拿过来了 你的墙壁做得怎么样啊 我现在开始帮你吧 你的工作太慢了 不愧是个乌龟 大门也被我造好了 现在让我们把床跟箱子给摆好 这样我们就有地方睡觉和存放东西了 现在我非常期待乘坐着这辆大卡车去旅游和享受大自然 最后再把房子修整一下 然后我们的房子就彻底完工了 石头哥石头哥 房子也太棒了吧 我真的太喜欢了呀 这里让我感觉非常舒服和安全 真的太完美了 一切准备就绪了 激动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 狗蛋我们是时候出发了 狗蛋赶紧上车吧 这也太酷了吧石头哥 发动引擎 我跟狗蛋将开始一场未知的旅程 不知道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我们在车上边开车边哼着小哥 心情真的太愉悦了 终于是头哥 有只鸡妈妈带着他的孩子在过马路 我们需要开慢一点 否则就要碾碎他们了 我们先下来 我们先过去吧 小鸡们终于全部安全通过了 小伙伴们记得爱护小动物友 我们终于可以再次出发了 我的天呀狗蛋 快看前面那吊桥 看起来非常的旧 我觉得非常的危险 一直嘎吱嘎吱的响 但是我们必须路过这里 我们的安全的过去吗 我现在非常的害怕 因为塔车现在非常重 而且还找着我们的房子 狗蛋为了万无一失 我需要下车确认一下是否安全 你在这里等我 下面的悬崖峭壁非常的高 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起来 狗蛋去到桥上面 看一下桥是否牢固 非常仔细确认安全问题 有什么情况吗狗蛋 暂时没有发现石头哥 这里非常的高 我还看到了一条岩浆河 蠢驴狗蛋你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掉下去了 今天风还特别大 石头哥石头哥一切似乎正常 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前进 但要注意安全 收到了狗蛋 我现在就上车 发动动机器 大卡车正式上路 我现在能听到整座吊桥 嘎吱嘎吱的响 我现在开得非常的慢 心在噗通噗通的跳 幸好我的车技还不错 马上就要开过岩浆河了 慢慢的开 否则吊桥会非常摇晃 马上就要到达彼岸了 再踩一脚油门 石头哥长叹了一口气 终于成功的过来了 我真是一流的老司机 不然吊桥一直嘎吱嘎吱的响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他来视桥马上就到他了 我的上帝啊 这也太恐怖了 幸好我们成功过来 不然就完了呀 我现在心还在噗通噗通的跳 小伙伴们我们继续前进吧 我们缓慢的在大路上行驶 旁边的那些司机一直迷离 真的太可 并且他们开车太鲁莽了 一直抄我们的车 真的太不遵守交通规则了 我们在马路上行驶 一定要格外小心谨慎 尽量和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 前面绿色的破车 他们刮花了我们的卡车 前面的蠢鱼司机停下来 真的太可恶了 这么鲁莽行驶在马路上 前面几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 这样开车非常的危险 狗蛋也许我们需要换一条安全的路 不能和这么危险的司机打交道 我和狗蛋选择走村道 避免在公路上遇到危险 马上就要到野餐区了 我们准备选择在前面的大草地上野餐 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非常不错 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 真的非常漂亮 有山有水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什么声音 听到了吗狗蛋 他妈的 那个村民在我们房子里面干嘛 我不记得我们有成哥呀 难道是小偷 停下来你个小偷 他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眼泪 气死我了石头哥 狗蛋我们必须回车上检查一下 剩下的食物补给能维持多少时间 希望刚才的小偷不要全部拿走了 这样就糟糕了 打开储物箱 还有一些食物 我们去野餐吧狗蛋 怎么有一个鸡跑出来了 抓住他 这是我们的晚餐 服了 我们的晚餐刚刚从我们的身边溜走了 那石头哥我们还有其他的食物吗 放心吧狗蛋 先把帐篷搭起来 尽量把我们野餐的地方弄得舒服一点 狗蛋你看我搭得怎么样 野餐生活开始了 好久没有这么放空自己了 这样的生活真的太舒服了 夜幕降临 狗蛋 天都黑了 我的天呀 怎么野外还有僵尸 我们赶紧回房子吧 这样也许安全一点 赶紧把门关上 石头哥现在问题是 我们怎么离开这里 不用担心狗蛋 我们现在也足够的补给维持到早上 等太阳出来 他们就会离开了 现在我们的卡车房子 被僵尸团团围住了 我跟狗蛋该如何逃生 是的你没有看错 今天我们来到了鱿鱼游戏里面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就是赢家 我想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幸存者 你觉得吗方快哥 话别说太早大傻春 这里有很多参赛者 不知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了方快哥 你这个大傻春那么着急是想去送人头吗 好戏开场哦 第一轮 第一场是什么游戏方快哥 第一场是一二三木头人 我们只有在这个木偶背对我们的时候才可以走 如果木偶转过来还在动的人就会被消灭掉 哈哈哈哈这听起来非常简单 也高兴开早游戏开始了 大家的速度看起来都很快 天哪马上就有一个人被消灭了 这太可怕了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 太危险了 注意看这个木偶别乱来大傻春 我已经搞懂怎么玩的了方快哥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试得完全没有一点难度 我们要快一点到达终点了 其他人都已经到了 或不他看见我动了 我中枪了方快哥 可怜的大傻春 刚刚还在笑着现在马上就去领盒饭了 第一轮都没撑过去 还想当赢家真的是太天真了你这个大傻春 放心吧大傻春 我会想办法把你给复活的 第二轮 现在到了休息时间了 我们选择好自己的床 然后准备睡觉了 我睡这里吧 那我睡你的上面方快哥 我们该睡觉休息了现在 等等为什么大家的手里面都拿着棒球棒 我感觉这里要发生暴乱了 关灯了 看来战斗开始了 开始战斗吧大傻春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被这些家伙伤害 小心一点大傻春 我们看起来被包围了 他们都想攻击我们 注意他们会从背后偷袭 好的方快哥 太多人了我们对付不过来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一直跟他们正面冲突 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 这样下去我们的体力和生命值 会很快就没有了 我们得想个办法方快哥 没有人管管吗 十几个人就打我们两个 我想我们可以躲到高处去 这样比较好攻击和防御 你真的太聪明了方快哥 他们是小强吗 怎么怎么打都打不死呢 再坚持一下大傻春马上就要结束了 好了终于恢复正常了 我都快要累死了 第三轮 这一关是跳房子 我们需要观察清楚 左边和右边的玻璃方快 他们其中有一边是会破碎掉的 如果踩到会破碎的那一边的人 就会掉下去 然后被淘汰 有人掉下去了 他们很着急全部都跳上去 聪明的人都是会在最后的 为什么方快哥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然后放心的跳过去 方快哥你真的是太狡猾了 没办法 想要赢得比赛我们就必须这样 好了现在我们也可以开始出发了 小心一点大傻春 我们就跟在他们的背后 让他们给我们开路 好的方快哥 我们做的这个决定真的是太对了 这样我们根本就不用害怕会踩到坏的了 哈哈哈哈 这个游戏真的是太简单了 大傻春你慢一点 哦不方快哥救命 大傻春你真的是个猪队友 这样都能掉下去 让我代替你到达终点吧 又顺利通过了一关 只有三个人到达了终点 不过游戏还没结束 让我们看看下一关会是什么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要在白色的线圈里面进行对打 最后赢的人就是最后的赢家了 哦不方快哥我不想伤害你 谁伤害谁还不一定呢 方快哥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手下留情了 好了现在我也要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 放马过来吧方快哥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傻春你不是我的对手趁早放弃吧 哦不我根本打不到你 哈哈哈哈我赢了 我才是最后的赢家 我们拿到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两个不错的成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 这是什么 看起来像一个用钻石做的金字塔 我想知道里面会有什么方快哥 这里面肯定有宝藏 我想我们应该进去看看大傻春 哦果然猜的没错 这里面有一个宝箱 可是它被封锁在了天花板上 我们应该怎么得到它们方快哥 让我想想办法 这个房间有三扇门 我想我们穿过这三扇门应该就可以获得宝箱了 这是一个挑战 它们分别是水门 岩浆门和枪门 我们应该先进哪一扇门的方快哥 只有水门上面有一个拉杆 我想我们应该先从水门开始 我们应该先进这个水门 我们被传送到了一个空中天台上 这里有一个宝箱 快来看大傻春 怎么了方快哥 这里有一个板心 我们可能需要用东西击中它 可是我们没有可以设计的东西方快哥 或许我们应该打开箱子看看 里面可能有帮助我们击中这个靶子的东西 是一堆玻璃 我们要用这些玻璃丢下去吗 看起来不太可能做得到 你在干什么大傻春 我在搭建一个跳水板方快哥 这样可以增加我的命中几率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大傻春 我准备跳了方快哥 祝你好运大傻春 我不 看起来不太好 不过已经很接近了 我想我需要再试一下 要不让我试一下吧大傻春 好吧 我要想办法准确地瞄准那里 然后再跳下去 不能像大傻春一样 没头没脑地直接往下跳 我想我已经很精准地瞄准那个靶心了 好了剩下这些玻璃都交给你吧 我已经不需要了 我现在只需要把我脚下的玻璃打碎 我就会精准地掉在靶心中间 因为我站的这个玻璃和靶心是对齐的 真的吗方快哥 好了我要敲碎这个玻璃了 321走 祝你好运方快哥 我成功了 我成功地掉进这个靶心里面 我做到了 现在到你了大傻春 我来了方快哥 这个感觉真不错 我想现在我们来到了水房里面 这里怎么也有一个木头人方快哥 他会对我们发起攻击吗 像在鱿鱼游戏里面一样 我不知道 这里有一条红线 如果我们越过这个红线会发生什么 或许我们可以慢慢地靠近他试试看 万一他是安全的呢 现在让我们慢慢越过这条红线 小心一点大傻春 哦不他开始动了 他看起来像要攻击我们 哦不 小心方快哥 我的生命值开始掉了 我们能打败他吗 他太强大了 坚持住大傻春 我们对他进行夹击 他打不过我们两个的 哦耶 我们打败他了 真的是太惊险了 不过幸好我们还是赢了 这里有一个宝箱 我想他一定是在这里守护这个宝箱 现在我们打败他的宝箱就是我们的了 让我们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是一堆答辩 哦好了 三娃 我的宝贝都被偷走了 我冰箱里所有的食物 还有我所有努力收集的宝藏都被偷了 阿丽 这也太可怕了 你家是不是禁贼了 你确定把门反锁了吗 可是房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小偷潜入进来 阿丽 你家是有地下室吗 我没有地下室 那为什么这里有条通往地下通道 大胆猜测一下 或许小偷就是从这里爬上来的 我们应该下去一探究竟 三娃 这也太恐怖了 但我们必须去 一定要抓住那个可恶的小偷 好吧 我们去地下 阿丽 这看起来像个隧道 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你跟紧我 千万不要走丢了 如果被小偷抓走 我也就不了你 我的天 那里有一扇门 我们要小心行事 因为不确定里面会有什么 一定要小心这些岩浆 如果被沾到 我们就要去见上帝了 还有什么 阿丽 刚才我用大眼睛看了房间里面 似乎是一个空房间 你快把那个按钮打下来 三娃 你看到了吗 我刚才中剑了 是的 我看见了 好在我们穿了最强盔甲 只是一些皮肉伤 让我来试一下 现在我们都中剑了 我想他应该再也射不出剑来了 这么多安全措施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小偷为我们准备的礼物吗 快看 这里有一个梯子 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 但我们还是小心行事 阿丽 你快跟上我 如果我打开舱门有危险 你不用管我 赶紧逃 阿丽 上面是一间房间 有好多的书 还有珍宝和花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吗 原来你是一个大富婆呀 隐藏的够深啊 作为好朋友的 我都被农在鼓里 我想这一定是小偷的藏身之处 幸好小偷不在家 我们赶紧把东西搬回家 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抓住那个小偷 所以我们要在家里 安装一个监控 因为我预测这小偷 很可能会再次试图闯入你的家 那就用监控录像拍下他 我们把监控摄像头放在这里 看到我仓库里有什么 有一瓶药水 我要把这些苹果和药水混合在一起 任何人只要咬一口这种苹果就会昏倒 现在我们把这些苹果放在冰箱里 等他晕过去我们就能抓住他们 阿丽 现在我们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这次绝对可以抓住小偷了 我们就在床底下等着小偷上钩 三娃 你看到了吗 小偷出现了 为什么他的样子这么丑陋 还有长着可怕的黑爪子 那我们还有机会抓住这个小偷吗 阿丽 这个小偷看起来实力不俗 我想我们应该等他吃了那个有毒的金苹果 我们才有机会抓住他 如果这时出现 或许我俩都还不够他塞亚放 开什么玩笑 他在偷我的宝贝 金子 钻石 绿宝石 我是姐姐 紧急情况 紧急通知 我的世界三个小时之后即将迎来核污水危机 所有村民立刻准备好生存物资 或撤离我的世界 麦奇 出事了 啊 怎么了吗 发生什么了 刚才我看到新闻说再过几个小时核污水危机就要来了 我们得走了 动作要快 为什么 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呢 我不想离开这里 姐姐我很害怕 算了吧 我舍不得这个房子 我留在这里陪他共同生死吧 麦奇先不要沮丧 就算我们不离开 也一定能想到办法生存下来的办法了 你看这么美的世界 如果核污水灾难来临 这里一切将会被覆灭 别说你了 其实我也舍不得这里 我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地下打造一个避难所 也许我们躲在地底下就不会被核污水伤害到 地面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哇那太好了 那我们赶紧开始动手吧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 这点时间来不及从头开始打造了 不过家里有一个废弃的地下室 也许我们改造一下就能当避难所使用了 好主意 我双手双脚赞成 我想我们得警告一下我们的邻居 你好和污水灾难马上就要了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你在说什么梦话 不要打扰我玩王者了好吗 刚才我玩摇差点五杀 都怪你来 按门铃打断了 我们说的是真的 你还是赶紧走吧 滚滚 我不要来打扰我 算了吧 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了 要不要跑看他自己了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打造避难所上吧 不管河污水会不会来 这个避难所 我们都要把它建好 是的 我们赶紧回到我们的地下室吧 我的地下室隐藏得非常隐 它就在这个书架的背后 只要按下这个开关 这个暑架将会打开一条通道 地下室就隐藏在这里 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使用过了 因为近十年我的世界都非常隐紧 没有什么灾难 走吧 我们赶紧下去看看吧 哦 空间看起来还可以 不过就是有点旧而已 问题不大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就好了 这个箱子里面应该还有物资的 看还不错 是的 这些工具刚好用来建造安全屋来吧 让我们来开始收拾这个烂摊子 好的没问题 我们先把这些蜘蛛网和藤腕给清理掉 清理之后 我们的地下室看起来新旧跟新的一样 是的没错 不过我还是觉得地下水的空间有点小 如果要打造生活区的话 我们还得开阔一些空间 好的没问题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都是小意思 我想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农场 看很不错对吧 我不仅种植土洞 还有胡萝卜墙上已经插上了火把 防止他们因为环境太爱而不生长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食物 试得非常完美 我想我们应该能挺过这场灾难 试得食物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我们来打造居住的地方吧 现在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我们赶紧回到地面的屋子上 把这些家具全部收走 把它搬到地下室里面去 快我们把这些家具都给拆了 所有东西都不要忘记 差点忘了这里有个厕所 我要把这些东西也全部带上 就算躲在地下也不能不上厕所 结结就这些了吗 还有什么东西要带 已经没有了 房子都快被我们掏空了 走吧回到地下室 来先把厨房给布置好 我要把这里安装的跟地面上的一样 然后这边就放电视柜看电视吧 我们可以在这张桌子上吃饭 打麻将都行 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建造浴室了 没关系 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可以赶紧再挖一个地方出来 就在这边怎么样 可以看起来非常不错 我想这个空间应该已经足够了 让我们把厕所三件套放上去 以至于我们的避难所不那么寒酸 迈期我们达到避难所 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算是 我们也不怕 是的 我们一定能躲过这场危机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静地待在这里 等待灾难的降临 迈期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是的 我听到了 我想应该是河污水已经到达我们这里 我有点担心我们这里能撑得住吗 放心吧 你要对我们自己的技术有信心 我们的地下室一定是超级安全 就这样过去了 两个月之后 现在外面的动静已经变小了 我们的避难所好像成功地保护了我们 是的 没有一点河污水进入到这里 看来我们现在是安全了 真是谢天谢地 不知道那些没有逃走的村民现在怎么样了 是的 我也在想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外面 不行 我们不能出去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河污水会有放射性伤害的结局 不要冒这个险 迈期你放心吧 我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我在这个电视柜这里放有两套防护服只要我们穿上 短时间内河污水是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们的 让我们穿上吧 就像这样全副武装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出去 好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但我们即使有防护服也不能在外面待太久 毕竟河污水的伤害太大了 即使防护服也顶不了多久 我们走吧出发 好的没问题 我现在正在往上爬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现在就开门见证一下被河污水污染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上去一探究竟 哇 你看这些都是河污水要小心了 幸好我没有防护服走了 我们出去看看 哇 果然还是不太行触碰到这些河污水伤害还是有点大 我的脚下好痛 我不确定防护服能撑多久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我们世界 全部都被这些河污水浸泡了 我们的房子下面也全都被腐蚀掉了 这太可怕了 还有村民活着呢 不知道 嘿 你看我们的邻居 他躲在屋顶上了 你看 这是一只变异八转鱼 他感染了河污水之后 变异了他的体型变得巨大 我想那个村民是凶多吉少啊 不知道他能不能跑掉 我们能救他吗 估计不行 因为我们的防护服也撑不了多久 而且这个八转鱼正在守着他 他一不小心掉进河污水里了 完了麦奇这只变异八转鱼发现我们了 现在他们的目标是我们赶紧跑 快走赶紧跑回地下室里 快快快 哇靠吓死我了 河污水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过来